1月15日国内某乳业品牌在北京举办发布会 宣布爸爸去哪第二季全球海选正式启动 第一季人气明星林志颖和Kami 玩友龙和安德拉天天现身助阵 远在米兰的张亮也发来祝贺视频 活动现场几个萌宝贝再次举手可是撒开了花 飞吻卖萌追逐跑跳 让各位看官们是乱在眼底爱上心头 中文字幕提供 几个小宝贝还送上了自己的马年祝福 都说童言无忌 这部小奶奶天天一不小心 还爆出了妈妈的私房小秘密 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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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健康快乐 对吧 大家 有事早饭吗 谢谢 祝叔叔阿姨们新年快乐满到成功 天天和爸爸张亮通过爸爸去哪儿一跃成为观众心目中的大小男神 走到哪儿都是观众的焦点都说人红是非多 最近有关张亮耍道牌的消息也是盛宵沉上 这部天天当天就被问到爸爸张亮参加节目以来的变化 爸爸的变化大吗 大 好你解释一下 觉得大在哪儿 对 爸爸有哪些变化 会会 就他就改成了 哇 他改成了什么 你觉得他更爱你的吗 还是饭做得更好吃了 你要躲到哪儿去 哈哈哈 我觉得 是他的变化大的就是 能用心 跟我去沟通 才修好 你讲这话的时候好希望你们出来了 而且还会 还会 比较不那么 发火 爸爸去哪儿第一集刚刚播完 关于第二集嘉宾的选角 并成为众多网友争相猜测的焦点 而此次海选活动堪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海选 被受期待的爸爸去哪儿第二集明星嘉宾 节目录制地点 星拜萌娃的玩乐任务 都将根据全球网友投票选出的结果 来进行节目创新 不过看惯了现有五对亲子的铁粉们 仍然盼望着他们下一集的回归 平民现在常常在家里都会说 把比我们什么时候还要再参加这个爸爸去哪儿 然后因为 最近他也开始上课嘛 也会开始想说 这个 Angela在做什么啦 City在做什么啦 Tinti在做什么啦 石头哥哥在做什么 所以他们一碰到 又开始 很高兴又聚在一块 那个Angela前世有想在第二集吗 对一样的 因为其实他也是经常想念其他小朋友 然后今天也经常也会跟我说 哎 和我们下一次去哪儿玩 很多都一样 小朋友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种 好像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就过一段时间 好像就觉得爸爸应该带他去去见其他的朋友 对 还要见其他的叔叔们 都是这样 如果 如果节目组愿意 然后还有大家使用我们在第二集出现的话 是非常乐意的 我有 那 我也是 也是这样 爱奇艺北京报道 四人定制明星资讯 专属你的娱乐播报 祝贺爱奇艺娱乐频道新版上线 爱奇艺娱乐频道新版上线 祝贺爱奇艺娱乐频道新版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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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王春春 我是金日嘉 我是金日嘉 我是金日嘉